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机版的混豆罗素同情素 好先介绍一下两位玩家左边的是来自美国的玩家zaki the warful dragon 右边的是来自日本的玩家orikos2800 好这游戏已经开始 双方的话都是拿到了这个版本的最强武器啊不应该不是最说最强就是威力最高的武器 激光 马上来到第一关的boss直接是对论核心一顿图图直接一击光带走 来到第二关 接机版的 第二关的话和fc版的 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左上角有个地图这个地图会指示你 就是每一个场景该转哪一边 这个是转左边 这款混豆罗的话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 红白机的混豆罗的话是移植于这一款所以看起来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好打完这个门之后 来到这一关的boss目前日本玩家稍稍领先看一下第二关的boss打掉中间的红灯 跳起来之后左右a a掉炮台但是日本玩家这留了一个炮台没有打看一下最后的核心 哇美国玩家扎克在这儿 抓时机抓得非常准确啊 最后的核心刚出来就打了一波 输出 率先击杀了这一关的boss 看一下来到 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 是一直往上跳 看一下 比拼一下跳跃的基本功 好来到这一关的boss 非常的短 先A掉左右的炮台 在A掉中间的炮台 看一下最后的核心 也是 扎克 率先完成击杀 那么这样的话扎克就是获取到了一个大概一秒钟的领先优势 又来到这种场景啊第四关 还是看左上角的地图 跟着地图走 转哪个方向的话看地图 接机版的话只有五关 这就是盗主第二关了 fc版的话是把接机版的最后一关拆成了四关 让游戏的流程变长了 看一下最后一个门双方都是直接跳位 直接把核心A掉 门炸开看一下来到第四关的boss 非常快的 直接清掉红灯看一下炮台 没有清 直接选择跳位 A上边的核心 A掉了右边的一个 最后左边一个 还是 扎克非常的快来到了最后一关 这一开局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怪 看一下最后一关这个位置 双方都是回头了一下 躲了一发手雷 目前的话 还是扎克这边 领先 不到一秒钟啊 应该只有半秒钟的领先 可能半秒钟的不到 非常微弱的一个领先优势 看一下这一波的推土机 拼一下手术 扎克率先完成击杀 看一下第二排 再次拼一下手术 拼完之后 还是扎克 但是奥尼克斯这边 已经把这个 烈士追的所剩无几 看一下这一波精英怪 直接是从boss的胯下经过 现在两位玩家的差距 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了 完全看不出来 非常微弱的一个差距 几乎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但是应该扎克这边还是领先了 一两帧让的画面 可能也只有一两帧 又是从boss的胯下经过 直接过来 好来到了 这个 叉子的场景 这个叉子的话是 红白记的第七关 双方是顶着屏幕直接往前走 非常极限的 过了这个叉子 都没有停啊 都没有停 一点都没有停 现在是 不能回头也不能停 OK来到了整个游戏的最后阶段 这有一个异形的头看一下 这一波异形的头 这个位置双方都在跳A 掉了飞行的虫 OK没有问题 双方同一时间击杀了异形 继续往前走 目前的话双方是 同一时间 可以说真的是同一时间 马上就要来到 最后的最终boss 心脏的环节看一下 最后一波速度 劈手中 哇击杀之后的话 扎克仅以四针的优势取胜 哇这个优势 非常的小啊 这个差距 非常微弱 肉眼几乎是没法分辨的差距 好那咱们这一期的街机版魂斗罗就给大家录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